站起來 一二 加油 沒關係慢慢的 好一 我們下來 也許你們覺得會很奇怪為什麼開頭要放我兒子的影片 其實這跟我接下來要描述狐林站立這個動作會有很大的關係 小朋友的身體動作發展模式 從爬行到站立 起身 行走 到跑動 那從爬行到起身這個過程當中呢 我發現到與狐林 站立 get up 這個動作有相似之處 等等 這個從小時候我們就有的基本能力 為什麼長大之後 就不太會做呢 原因其實很簡單 就是因為做事生活 做事生活讓我們失去了這個能力 也讓我們慢慢忘記這個動作要怎麼去做 再來發現到動作相助之處時 讓我想起我之前參加Strong Bird Level 1的時候 資深的寒敬講師不確一樣 他在指導狐林站立這個動作時提到的一個觀點 我覺得螢幕前的大家可以一起來思考 現在一般的教練都會在健身房指導 學員操作基本的蹲矩、硬矩或者是上矩這些動作 但人類在硬而發展時期 從爬行到起身這個階段 其實就有類似的 狐林get up這個動作模式 知名的物理治療師Gary Cook 曾經提到 土耳其站立這個動作是原始動作的完美範例 從翻身、跪膝、起身到延伸集物 如果我只能選擇一樣的動作來訓練 那就會是土耳其站立 站立多面向的動作模式 可以建造我們的身體的控制能力 關節活動度、身體的穩定度 以及後續練習像是深蹲或是硬矩 這些動作模式都會有很大的幫助 那要怎麼開始呢? 很簡單,先從土手無負重的動作開始 一步一步的按照步驟練習 或者是大部分解、拆解練習 尋找身體該有的位置 等到你的身體的能力已經非常穩定 控制能力也有所提升 再來使用活運的負重來做練習 切記,不要操之過急喔 所以找回身體該有的能力 Get up是必練的動作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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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弟有沒有說 弟弟看這邊 說HELLO HELLO HELLO 有沒有說HELLO HELLO HELLO HELLO